他的钱都在我那儿 我都给他存着呢 我一点都没有动 平常就花我平常挣的那一个月 几千块钱的工资 实在不够了 我才动一下他卡里的钱 其余的我都给他存着呢 你给他存着干嘛 帮他娶媳妇是吗 你要干嘛 因为他老是拿着钱去上网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我也觉得劳易结合你懂吗 整天学习有什么意思 劳易结合一下怎么了 我只想拿回我的钱 就你还劳易结合呢 怎么了 我就出去上了个网 怎么了 一个男生不会玩点游戏 让人能看得起吗 我的天 问你啊 臭小子 到现在为止 会计师资格还没考下来呢 对还没考下来呢 为啥没考下来啊 因为是这个月考试 还有一周时间就到了 考得下来不 有点把握 那就行了嘛 有点把握嘛 根本就考不下来 不要听了瞎说 他一天到晚不学习 怎么可能考下来 你们有朋友吗 有朋友 被他都给限制了 他竟然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说 让他以后不要带着我去完了 一是我没有钱 二是我没有时间出去 我学习 不对吗 我做的不对吗 那你也不能这样说呀 谁能没有朋友呢 你能限制我的自由吗 你还在这发起牢骚来了 我一天天像老妈子似的管着你 我愿意啊 我找的是女朋友不是老妈子好不好 你搞清楚这一点 哎 你们也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 偷偷地 把手机和钱拿走 跑掉啊 没有 为啥不呢 因为我的裤子被他锁在衣柜子里 你在家里都是光着的 我在家里穿的是短裤 好 那你家里有电脑吗 电脑他把网线给盗了 我也没办法上网 那你在家里都干嘛呢 我在家里整天就是对着书本 实在闲得无聊的时候就睡回觉 啥事也干不了 这真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为了他好 为了他学习啊 为了让他找份更好的工作呀 因为现在跟他在一起 根本就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他根本连份工作也没有 他还不好好学习 一天到晚的 就知道好吃懒做的 什么都不知道干 哎呀 你就没想办法把柜子撬开 穿上裤子跑啊孩子 这我倒没有想过 关键是 撬了之后回来 他又得骂我 他又得批评我 他又在他的朋友面前 说我坏话 有一次他在他朋友面前 是怎么说的 说我吃他的 穿他的 喝他的 那我的钱都在他那放 他凭什么这么说我 他在他的朋友面前说我 那我的自作秀 到哪里去了 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整天就这样的事吗 那你在他朋友面前 你解释过吗 解释过呀 解释有用嘛 人家都不相信我 来我问你啊 你们俩谁做饭啊 我做饭 你下班回来 要给他做饭 对呀 然后他就吃 对呀 他吃完了就得学习啊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做饭 记得上一次你上班 你给我打了个电话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 你上班回来的有点晚 让我自己解决吃的 我在房子里除了水 我还有什么吃的 你让我吃空气啊 我都是为了我俩好 我俩以后好 我也没有想过 我这样做会让你这么不舒服 你今天来干嘛 可是我就是不舒服呀 我需要自由 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来就是要 需要一份自由 如果他再这样逼我 我就跟他分手 哦 明白了 只是把钱包裤子还给我 让我出门就行 对 把我自由还给我 行行行 听明白了 啊 你今天来干嘛 委屈了 要哭了 你是觉得你的好心 被他当成驴肝肺了 是吗 姑娘 对 哦 特别难受是吗 嗯 你害怕跟他分手吗 害怕 他一个好吃懒做的男人 你图他什么呀 可是我喜欢他 哦 那你喜欢他什么呢 特听话是吧 裤子锁起来 他就想不出办法来 把这门打开 哎 来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咱们 咱们 咱 Jess